齊悅來臨暑假也到了 外頭氣溫熱呼呼 人才剛踏出門就快融化 尤其氣象署監測 全台更有18個縣市 亮起高溫燈號 其實從前幾天一直到現在 包括未來這個禮拜 台灣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壓的視力影響 所以雲圖上可以看到 這一片比較晴朗無雲 就是底色是黑色的部分 都是沒有雲的地方 也就是高壓的視力範圍 晴朗無雲各地太陽都很強烈 紫外線明顯偏強 全台各地普遍溫度達到三十四到三十六度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西半部內陸近山區 有機會達到三十七度以上 加上翠西南風影響 台東地區可能會有焚風出現 高溫更上砍三十八度 出太陽要防曬 留意高溫 避免中暑外 午後還要注意 畢竟零星陣雨仍有機會發生 輕便雨衣不可少 避免變成落膛機 不止如此 走進室內吹冷氣成了必備行程 但醫師提醒 當心溫差造成不適 胸腔劑重症醫師黃宣 在臉書粉專提到 一般人面對測試超過五到十度的 溫差變化時 容易出現 頭痛 暈眩等症狀 眼皺也顯示 溫度變化和猝死風險有密切關聯 隨著室外溫度升到三十三到三十四度以上 室內冷氣又在二十四到二十五度 只要持續室內外進出活動 將大大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 因此進出室內外面對冷熱交替 先把汗水擦掉或多補充水分 能降低意外發生 三粒新聞將不為SNG小組配為臺北採訪報導 目前為止